好,各位亲爱的家人,全世界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 好,来,开始提问 尊敬的郭老师,你好 好 我是两年制的学员,我叫张颖席 首先很惭愧 在这里学了一年多,感觉自己学的还是不够好 今天跟班主任在聊天的时候 提到了恭敬心的问题 老师说,如果一个人恭敬心不够 那么谈修行,那都不在点上 所以我认为我自己的恭敬心也好 还是感恩心也好,都不够 知道归知道 但是这个东西不是光口说的 天天说感恩没有用 真正的我觉得应该是从发自内心的一种恭敬心和感恩心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说是一个一定要需要突破的课题 所以请老师还要多给我指点,或者多说说我,让我不要掉以轻心 因为平常我很自以为是,也很自私自利 别人对我好,我就是习以为常 根本谈不到感恩 然后找别人优点不容易,但是挑别人毛病就一挑一个准 就是这种心态 就是我也知道需要改正 所以请老师指点,感恩老师 好 你挑别人毛病都很准嘛 是不是 对,很惭愧 那我们各位家人,如果你们想要进步比较快的话 你可以请那个盈希帮大家多挑毛病 他会调得很准,帮助你比较快速成长 那不行,带着好处 恭敬心 是 确实是需要有 一个人 如果 这个就好像我们说要尊师重道 尊敬师长 才能够真正 虚心学习 如果一个人对师长 不恭敬,不尊敬的话 那你那种学习的心态 就是一种吊耳郎当 或是不屑一顾 或是可有可无 甚至还有 存在 存在一种 我只是想来 这里看看 看有没有什么可以让我增强功力的 也就是来偷一些功夫 偷一些智慧 然后 我觉得 我得到了之后 然后我就可以能力比你强 所以像这种学习心态 他不会有恭敬心 或是那一种 交学费的心态 我交了很多学费来学习 那里面就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 对我们 那一种也是一种买卖的心态 何况我们也没有跟大家 收 像我这方面 我都没有跟大家收什么 学费 都是来跟大家做服务 但是 很多人一个错误的心态 被一句话 所误导 有一句 有一句话说 便宜没有好货 便宜无好货 结果往往都认得越贵的越好 越贵的越好 所以让很多 本来他的价值比较低的 他就炒高那个价值 炒高那个价格 把价格 烘抬很高 他本来 比如 他原来 一包茶 100块 这样就可以买到 价值差100块 但是 他就要设 设法 烘抬 设法 各种 漂亮的包装 然后吹嘘广告 让这个100块的 增加到变成1000块 如果 以前没有 打包吹嘘之前 100块 现在打包吹嘘成1000块之后 大家一看到 这个1000块 眼睛就会比较亮 也会真的比较大 认为 这个1000块的 这个一定比那个100块的要高好几倍 这是一般人 被灌输 那种所谓的 便宜无好货的这种观念 导致 我们的课程 没有向一般人收学费 然后一般人就觉得好像这个课有可无啊 这个好像不是很重要啊 我去参加那一些课程 人家三天就要收3万块 一星期收10万块 那个比较高端的比较 比较珍贵的课程 这个世界上 很多人他们就这样在炒作 但是大家要了解一点 大自然 大自然 给我们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 都是 无价值宝 也没有跟我们要任何费用 来 这个观念 大家要 好好地 了解这一点 不要被世俗的那种价值观所 引导了 大家要了解真正的真理实相 你用钱买得到的东西 那个不是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 真正对我们每个人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 大自然都是 无价 无条件 给我们 所以 真正最好的东西 是不谈价钱的 大家要了解这一点 真正对我们生命最重要的元素 没有跟我们谈价钱 真正对我们每个人生命最重要的课程 不会跟我们谈价钱 但是 但是一般人就因为被错误的引导 这个没有标 这个没有标什么价 或是这个很便宜 然后 就变成 不懂的珍惜 当然 不懂的珍惜就表示你看不出 他的珍贵 不懂的 不懂的珍惜 也不会有那种恭敬心 所以希望大家 对于什么是有价值 什么是没价值 什么是对我们生命最重要的元素 什么是次要的 大家要有智慧 去分辨 要跳戳出一般世俗人的那一种价值观 然后要逐渐了解到 真正 真正对我们生命最重要的课程 是不讲条件的 真正对我们生命最重要的元素 大自然都是无条件给我们 你真正深入去体会到这个层次 你才会体会到 什么叫做太上物之有之 太上物之有之 而一般人就是这一部分就是看不出 所以就不懂的珍惜生命 最珍贵的元素 不懂的珍惜大自然给我们非常珍贵的元素 然后就是奢侈浪费 再还倒回来破坏大自然 这就是人类认知的颠倒 所以我们现在要把生命的价值观 人生的价值观 要重新来认识 当你重新认识之后 你用生命来体会 你才会知道什么课程对我们生命最重要 什么元素对我们生命最重要 而那些真正无价给我们的 没有价 就是 非常高的价值 但是却不跟我们讲价值 讲条件的 你真正体会到的话 你才会真正的感恩 尊敬 佩服 所以这方面 这个都是需要大家用心去体会 用心去体会 当我们如果缺乏感恩心的话 我们就是要 多去深入探讨 有多少的善因善缘 在帮助我们 你真的用心去解析 你就会有一种感恩的心 还有 多少善因善缘在帮助我们成长 你真正用心去体会 自然就会生起 感恩心 恭敬心 你有恭敬心 你才会真正虚心的学习 你有感恩心你才会真正 要珍惜 然后知恩感恩报恩 不会在那里制造问题 不会在那里浪费生命 所以希望大家要有深度的深入学习 让生命觉醒 OK 好 想让郭老师 好 尊敬的郭老师您好 好 其实 刚才 西西问的问题 然后你回答的时候 我心里面好像 有了一些答案 但是我还是先把 我的问题说一下吧 就是 就是这两天 我们有在学 宇宙英国律 起心动念 都是一粒种子 今天 我遇到了一个 利人对劲 我又反观到 是 很少 很 很早 之前 的一个误会 然后没有去化解 引起更多的问题 但是自己有时候就是 不知不觉 然后 不甘心 傲慢 各种习性的运作 上次你有跟学员说过 如果问题不去化解 它会变本加息 导致恶果 今天我们也有听你之前的一个讲座 说一位学员用自我运作的一个因 之后导致一连错的恶果 然后 我觉得压力 有点大 感觉当化自我太难了 尽管我知道 能来这里学习 是很幸运的事 可是有时候感觉 前路 披荆 斩刺的 因为那个自我真的有很多习性毛病 一时半会也降服不了 可是感觉越学 压力越大 发现自己的问题也越多 当化自我 那个难度也越大 老师知道我如何 清远的话 我们都是只是在解决外面的 在乎别人怎么看 在乎别人怎么想 别人有没有误解我 我要不要去解释 我要不要去怎么样 所以都一直在买外面的 所以我强调是要先正本清远 我们怎么样 我们怎么样 来到我们的心 纯正 纯正 纯净 我们的出发心 是善良 如果你真正正本 你出发心善良 纯正 纯净 别人怎么看 那都不重要 那是 对方的事 那是别人的事 但是如果我们本身心不纯净的话 别人提出的 那正是我们的一片镜子 在帮我们反观 在帮我们觉察我们的问题 所以一个人 你要开发心灵的觉知 你要清楚的知道 我们现在的起心动念 我们起的是什么心态 我们自己要清楚知道 我们所做所讲 有没有去伤别人 有没有主宰欲 有没有要去掌控别人 压榨别人 瞧不起别人 从我们的心态 你就要清楚觉察 如果我们真的没有 好 那别人怎么看 那就随他去 有必要的 会有一些严重影响的 我们再做一些解释 如果没有的话 那就随他 不用太在乎 你就做好自己 正本清缘 做好自己 其他的就随缘 当你真正做好自己 你用你的德行 来证明 你不是别人所想的那样 这样一方面他也会有一种德行 在感人 道德经里面一样有提到 善则不变 他不用去很多的辩驳 如果我们本身心态有问题 那就会衍生很多很复杂的问题 当然如果我们心态本身有问题 别人讲出一些逆而忠言 或是批评批判的话 这个刚好就是一变静止 反映出我们内心的问题 我们该反省的要反省 该检讨的要检讨 如果我们无心之过 造成别人的误解 我们可以去解释 如果我们有心之过 那我们该道歉的 我们要去道歉 该弥补的要去弥补 所以很重要就是 从本身正本情人做起 你要清楚知道 我们在说什么 在做什么 我们重视什么因 我们要清楚知道 OK 谢谢郭老师 尊敬的郭老师 你好 好 我是短期班的风海斌 我昨天看了您的 应该是您拍的那个电影 叫做地球 是我们的家园 我看了这个电影 我内心是特别的震撼 然后我感觉 似乎我上辈子就看过这个电影 然后您真的是非常的慈悲 用那种那种慈悲的大爱 去拍下的每一个镜头 比如那种青蛙 在水边的那种动作 还有每一个植物 它背景的那种蓝天的空旷 然后我看到您拍的这个视频 就能够感觉到是您在视频里面 展现出这种博大慈悲的这种松怀 以后是让我特别特别的感动 非常感恩能够遇到您 谢谢 好 要好好珍惜 关于这个视频的话 我有一些问题 然后第一个就是 您在视频里面的一些 跟动物的互动 包括是课程里面的视频 也有您很多跟动物互动的 这种案例 像这种您比如说 之前跟那个驴非常的亲热 然后这一幕 还有拍下的五射鸟 怎么去护住自己的宝宝 看龙柏银信的这种千年的生命 去觉悟这个生命的意义 还有看母鸡怎么去复旦 呵护小鸡 然后看青蛙卵的那种阴阳 还有观察蜜蜂 看木瓜 然后观猴 然后看花叶在蓝天的背景下的那种灿烂 挺多挺多的 以后我想说真的是要把您的这个细节都好好的记下来 记在我的心里 我在生菜村几个月 我发现我就只能看到眼前的那颗菜 更多的东西 好像我的心是比较封闭的 我跟您这个互动链接也慢慢的觉醒了我童年去现观大自然的很多的感触 所以这个非常的感恩您 我第一个问题就是您去观察这么多的动植物 您在百忙之中怎么能够有这个时间能够去做这样的事情 想让您分享一下这一块 第二个的就是我昨天看到您有一段就是一个小朋友给蜜蜂配音 他观察蜜蜂的时候配的那种声音 让我就是感觉到非常的震撼 我似乎从这个小朋友的配音里面去读懂了蜜蜂 灵魂深处的很多东西 比我自己去现观蜜蜂还要有这个震撼 我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通过观察小朋友与大自然的互动 来到进一步去链接天地父母 也可以以小朋友为师去觉醒我们内心的一些感觉呢 感恩您 可以的 可以的 所以为什么我在讲课的时候都有提到 不要以为小孩子不懂事 小孩子他们的纯真 他们的天真活泼心灵的纯净 他们是大人的一片镜子 他们的心灵很单纯 很清静 是大人想得太复杂了 小孩子活在心灵的世界 所以他们随时都是一个好奇的心要探索 看这个世界他们都觉得很新鲜 但是大人被大脑被自我意识所欺骗 小孩子他们如果父母亲要带他们到公园 他们都很快乐 都很蹦蹦跳跳很喜悦 但是大人都会感觉 哎呀这已经来过好几次了 有什么喜悦的 大人都是活在大脑的意识 活在过去的观念之间 活在很多积累下来的观念之间 呈现里面 所以生命就没办法真正的一种新鲜活在当下 所以很多人看这个花觉得没什么 这个玫瑰花 哎呀这个我去年看过 看过好几次了 看过好几年 这个没什么 但是要知道 你眼前的这一朵玫瑰花 它是第一次和你见面 人类就是经常活在大脑的意识 而看不到 看不懂 眼前大自然活生生的教育 人类习惯读那些 所谓的文字上的书本 文字上的经典 一直在文字上找真理找智慧 但是所学的往往都只是知识知见 增加大脑里面很多的容量 很多的记忆 很多的背诵 而智慧呢 一般人不容易学到真正的智慧 学到了很多的知识 知见而不是智慧 还有最高深的智慧 最大最奥妙的智慧 智慧是在大自然 可是一般人却忽略了这个最重要的环节 一般在教学的老师 也很少能够引领学生去读懂这个大自然的智慧 所以一般人 一般人建行诗旗 往往都是像个人在看起学习 像书本在学 而不知道最伟大的智慧 是在大自然 最高的科技也在大自然 所以从以前到现在 我讲课里面有个很重要的主走核心 就是协助人类去读懂大自然的大智慧 协助人类去读懂这一部大自然的无字天书 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这一部无字天书 很多人真的都变成只是空洞的 知见 明相 而不知道这个无字天书 指的就是大自然 所以如果你没有学会去读懂无字天书的话 你就算在生态村里面待个很长的时间 你也就像一般老农夫一样 一般农夫在田里耕种了几十年 但是不知道土地的奥妙 不知道土地是我们的母亲 一般人在乡下农村耕种几十年 他不容易看到大自然的智慧 不容易了解植物是有感情有绝受 植物是活生生的生命 很多吃树的人强调它是树食 没有吃到众生的生命 但这个观念是不正确的 当然我们是鼓励吃健康树 但我要更正一点的就是 不要以为植物没有生命 不要以为植物没有绝受 以为植物没有生命不会没有绝受 那是人类错误的观念之间 我在讲课里面也把这个问题也都指出来了 所以希望大家重新来认识大自然 我们要见弦施起 对 书本 好的书本 正能量的书本 值得我们学习 好的老师 正能量的老师 值得我们看起学习 但是要知道 这些都是有它的局限性 有它的局限性 我们怎么样去阅读这一部无治天书 这个是需要虚心学习 我们这些课程就是协助大家 怎么样早日读懂无治天书 怎么样早日读懂我们真实的生命 很多人对生命也都是积累 停留在头脑的观念之间 读不懂真实的生命 为什么很多人他一直在担忧东担忧西 很多的恐慌 那都是一直活在头脑的之间 而不是活在当下 所以希望大家要练习 因为这个很简单的几个重要关键 大家要好好地把握 要练习开发心灵的觉知 用清静的心灵 然后也用你的生命来体会 体会真实的生命 体会真正的真理 体会活生生的真理实相 OK 好 感恩郭老师 感恩您的示范 尊敬的郭老师晚上好 好 我的问题是 我今天学了那个一无所有 一无所缺 这个一无所缺我有点 有两个问题跟一无所有 但是我吃饭的 我缺了 玩子也不行 玩啊 缺什么 缺那个坏子也不行 那我怎么吃饭呢 就是 所以我有点疑问对这些事情 如果一无所有一无所缺的话 好像跟我之前那种 生活的方式好像掉了铃铛那种 和那个 我跟你讲 你这样体会你跑偏了 不是这样体会 我就是问了 那怎么样来 怎么样是一无所缺 如何来到一无所缺的 我怎么样是一无所有 因为你现在还是乞丐的心态 所以你认为说你要缺很多 我没筷子我怎么吃饭 我像缺筷子 不是这个啦 你这样去 你这样去体会那你就一直在支流末节啦 你缺筷子你不会去 找一些那个木头 那个 看过老师 所以 如果你说那缺筷子里面都没有筷子的话 你到那个去到外面去找个那个树枝来做也可以 怎么会缺 大自然有这么多材料怎么会缺 只是你不要想说 哎 我一无所缺应该 大自然就会把食物送到我嘴边 不是那一种啦 你要所以你要你这样的体会偏差啦 不要在支流末节 不是在支流末节上面 如果你要在那里想到那些支流末节的话那你会变成 这个就是 迷的时候你会觉得你缺东缺西缺很多啊 这支米的时候啊没有智慧啊没有开启啊 如果你真正好好的学习你要多行善积德啊 行善积德你才会开启智慧啊 开启智慧之后你才会体会到什么叫做一无所缺啊 而不是说像现在啊 那我就是我缺钱啊 人家马云有多少钱啊 我现在比不上他我缺很多啊 你没有所以你没有学到智慧的话你 你没办法体会到什么叫做一无所缺啊 这个要多行善 多积德 虚心的学习 你心灵富有 你真正心灵富有 你开启了大智慧 你才会体会到真的一无所缺 我们是何其的幸福 我们本来就活在天堂里 所以这方面要多行善 多积德 谢谢 刚刚郭老师 好 我配好好休息 好 尊敬的郭老师你好 我是两年制学员 我叫赵金婷 我的问题是 我就是那种找了一个高手 打得无力招架 把我打趴下了 我的婆婆 然后我很感恩她 然后我就是现在 我以前说话就是很职业感和人吵 现在知道不能借厄缘 但是 现在不知道怎么处理遇到的境界会压抑 然后我想问的问题就是怎么样 升起柔软心 或者说怎么样可以用柔软的心 和人沟通交流 我怕我一出招就把人打趴下 谢谢郭老师 那你 可以跟对方讲吧 如果对方被你打趴的话 你跟他讲 请他再去找高手来把你打下 我是希望人要提高悟性 记得大家真的要有悟性 要将心比心 我们讲话去刺伤别人 你要来到要同理心 如果你是他 你作何感想 我们讲话尖酸刻薄 讽刺别人 你要有同理心 如果你是他 你作何感想 如果别人这样对我们 我们又作何感想 一般人一直的这样 硬邦邦的要刺伤别人 尖酸刻薄 大部分都是心很硬 没有同理心 别人被我们伤害了 你还不知道要去道歉 还会有那种好像我赢了 这就是颠倒梦想的人生 你把美好的人生 把它糟蹋了 破坏了 把人际关系破坏了 你把生命的贵人 把它伤害了 一般人都不知道 所以为什么 很多人他会 他的人生之路 越走越痛苦 越走人生之路越小 越狭窄 窄到后边没有人要理会 记得你越强势 你的人生就像战场 就像战场 而且到后边 不是你的家人都被打垮 不然就被你打跑了 所以为什么会孤苦伶仃 就是这样 被打垮被打跑 所以要知道 我们真的人生观 价值观 要重新来过 要学习到高等的文化 怎么样来到 人以何为贵 何弃生财 家何万事兴 西方的文化 达尔文他们强调是弱肉强食 导致这个世界都一直处在 对立的世界 对立的情况 社会也会动荡不安 二人对立越严重 就越动荡 冲突越多 战乱也越多 中国的老祖宗留给我们文化 是家何万事兴 以何为贵 何弃生财 所以我希望大家要好好体会 我们怎么样跟家人和谐相处 怎么样跟亲戚朋友和谐相处 怎么样把人际关系做好 把人生 把自己的世界 把自己的人生经营的幸福 安详快乐 这个都要静下来 好好的去探讨 不要再任性 不要再逞强 任性逞强的 那个都代表心灵还很弱小 心灵都还处在那种 小孩子的调皮任性的阶段 所以不要再以为那种强势任性 强者 那种很强势 认为说那是好像坚强 那是这样才不吃亏 不是的 你的人生幸福都被你的强势把它打垮掉了 所以希望大家每个人都好好体会 你越强势 你就把你的幸福 把它越是把它打得四分五类 把它打垮 大家好提会 你越强势 你的幸福就被你自己把它破坏的越严重 你养养得已 好像你战胜你赢了 但是你的幸福也被破坏了 真爱也被你把它驱赶走了 真情也被强势驱赶走了 对 所以大家要深入去体会 用生命去体会 你越强化越强势 得到的是什么 怎么样来到真正的和谐 你用心去体会 你就会知道应该怎么做 为什么老子要我们学到 柔软 柔下 为什么要我们学到无争 用心去体会 去对比 你就会知道 我们要怎么走 怎么做 OK 好 感恩郭老师 曾经的郭老师你好 我是短期学员中文语 我有个问题是 一直困扰的就是睡眠的问题 经常就是睡眠不好 特别是半夜 睡醒过来以后就会睡不着 心里也会有一种那种担心焦虑 就是担心无法再睡着 影响第二天的状态 也用了很多一些方法 就是想调整一下 但一直都没有调整过来 调整过来 想请郭老师指点一下 谢谢 你要找出你内心里在牵挂什么 你在担心什么 你现在让你比较经常在牵挂 担心的是什么 我现在问你 就是其实担心的话 其实可能就是主要是 就是没法睡着 它就影响到第二天的这种状态 比如学习状态 包括工作的状态 就主要是担心这个 没有担心其他的事情吗 其他的话也应该也有吧 包括生活工作 包括这种家庭的关系这些 都会有一些困扰 所以才来这里学习的 对啊 所以你要去深入去找出 你在牵挂什么 担心什么 而不是说 没有牵挂担心其他什么 只是在那里担心 我如果没有睡好 那我明天会被影响 会受到影响 所以我要赶快 强迫自己要赶快睡觉 然后我要赶快用各种方法 让自己赶快睡觉 因为边想要睡 然后又边担心 如果我们要赶快睡 然后明天又受影响 本来你的生命 很单纯的要进入睡觉了 然后你又再提醒他 你要好好睡 不然的话明天又受影响 他本来又要睡了 你又在很无聊 所以人有时候太好病也会很无聊 事情做的太少 也会变成在那里 因为他事情做的越少 然后他就有更多时间在那里 担忧东担忧西 就会在那里 很无聊的把砖块搬来搬去 所以我希望要回归单纯 回归单纯 你练习 现在是这样 你练习里面真正牵挂其他的 我们该去面对 该去负责 该道歉的 我们要去面对去处理 人生不要逃避 不要逃避现实 我们该负起的责任 我们有欠别人钱 好 该还的我们要还清 你要还清 我们才会真正的安心 我们有亏欠别人的 该弥补的 我们要去弥补 你做到不亏欠别人 不伤害别人 我们才能够心安理得 你真正心安理得 我今天我可以来到无愧于心 对得起我自己的良心 所以你就可以很安心 你不用在那里牵挂什么 所以你就可以睡觉睡得很好 所以你要去找出你背后你内心里面 在牵挂的什么 该负责的要去负责 该弥补的要去弥补 然后没必要的牵挂 该放下的要放下 该承担的 我们要承担 没有必要承担的 不要去攀缘 不要去逞强 让生命回归单纯化 还有怀着感恩的心 虚心学习 然后希望自己的生命能够赶快 早日成长成熟上来 可以做利人利己 利益社会的事情 你越开心快乐 我们不去伤害别人 我们多行善机的 记得 大家有一颗善心 多行善机的 你自然越来越安心快乐 但是很重要就是 如果我们有欠人钱 该还我们要还 如果我们有伤害别人 该道歉我们要道歉 如果我们讲话 尖酸刻薄刺伤别人 该道歉要道歉 你没有道歉的话 那种二元对立 它就继续存在 你没办法真正的安心 如果我们有那种 比如说 你在实行那种网路诈骗诈欺 去伤害别人欺骗别人 这些该弥补的 该补偿的 我们要去补偿 这些如果没有去化解 我们有欠别人 如果没有去化解 你的心不会真正安心 你的心里面总是在 牵挂东牵挂西 所以希望大家正确的了解 因果观 宇宙的因果律 然后怎么样来到 我们该还的 我们要还 然后我们从现在开始 点点滴滴的 就是行善基德 助人 帮助别人之心 行善基德 你自然越安心快乐 安心快乐 幸福 你就会很好睡 OK 好感恩郭老师 郭老师你好 我是两年至一年级的黄凤梅 我的问题是关于心灵创伤的 那个疗愈 因为我知道自己有一个卡点 就是与父母的关系 因为我觉得 因为小时候父母的吵架 然后对自己会造成很大的 一个撞伤 觉得很多时候 自己心中的恐惧不安 害怕都远一尺 所以就是有这个卡点 然后就是来书院 一个多月以来 当你上课的时候 我内心有一些 注冻的时候 我会一直打课 有时候打课的比较剧烈吧 然后还有一个情况 就是当就是三天前 就是在早上进行 就是听声音 就是听声音心法 进行的时候 我跟你的声音走 然后当你说到 一切事物都是在流动 生命变化嘛 然后当我去接受这个变化的时候 我就会想到说 父母 就是我父母的这个关系 就觉得小时候父母的吵架 其实那是一种事 停留在过去 那是过去事 然后对我的伤害也是一种幻想 所以在那一刻 我就选择放下了 当时当那时候 我是有比较强烈的反应 就是有大哭 还有那个剧烈的 就是咳嗽 就是打咳 然后我说 我就想问 就是说 是当我们就是上课的时候 有这种心理注冻 然后选择放下一些东西的时候 是不是也是一种疗愈 还是说 当来到就是 与大自然 实相 就是有真正的联系上的时候 才是疗愈 因为在你的课上 有很多时候都提到说 当我们了悟生命实相的时候 我们就会得到疗愈嘛 所以我的问题就是说 如何才是心理创伤的疗愈 然后请老师指点 以及给予免力 谢谢老师 你刚才提到的 你在听课 或是在练习的时候 内心有所触动 有所感悟 流泪 那个也是一种疗愈 很多男人 或是有些 个性比较强的女人 不太会哭 不太会流泪 要知道 一个人如果 不会哭 不会流泪的话 那是代表他的心 很僵硬 心很僵硬 或是有时候 兵能硬化 到没有什么绝受 所以当一个人有一天 他听闻一些课程之后 触动了他的心灵 让他从不会哭来到会哭 要知道那是好事 这些哭的眼泪 他会滋润他的硬化的心灵 也是一种疗伤 所以当你们听课 你们用心来聆听 我们这些课程 很多他会触动你的心灵 你越用心来体会 很多方面 你会有很深的感悟 有时候你会想要哭 只要我们不去影响别人 一样你可以哭出来 如果你发现到 自己过去的那种错误运作 错误人生观 颠倒梦想 害人害己 以前以为是绝对 以前以为是正确 以前以为自己是绝对的权威 绝对的正确 现在发现到 那是错得多离谱 当你有这样的一种体会之后 你本身甚至会痛哭 看到以前是怎么样在欺骗自己 伤害自己 伤害别人而不知道 所以当你用心去体会 用心学习 有所感悟 有所触动 要哭的时候 你就哭 因为那是一种心灵疗伤 滋润 那个僵化 硬化的心灵 再来就是 我们要多修这种感恩的心 感恩的心 当一个人有感恩心 他的心就会越来越柔软 很多人他会想说 我觉得别人没有对我怎么好 我为什么要感恩 我感恩不出来 那是因为你的心处在很狭窄的世界 视野处在狭窄的世界 看了只是眼前短暂 对自身的那些利益 我们要打开视野 要去看到 我们的生命能够存活 是多少的善因善缘在帮助我们 你要去真正体会到 很多的善因善缘在帮助我们 你才会知恩 你的心才会真正的柔软 所以希望大家要多练习 开发心灵的觉知 心灵觉知开发出来 用心灵去感受体会 你的生命就会逐渐觉醒 不是用那个强硬的自我 不是用那个硬邦邦的自我 用硬邦邦的心 所以要唤醒我们每个人的良心 真心 唤醒我们的明德 而最有效的切入点 就是要开发心灵的觉知 再来平常就是常怀感恩心 这两点切入 你的心就会越来逐渐的觉醒过来 OK 祝福大家 谢谢郭老师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大家好好继续用功 记得不是作秀给别人看 不要敷衍 不要应付 好好地珍惜每一天 珍惜每个小时 栽培自己 让自己的生命 无限可能的成长 让自己的生命 蜕变 脱胎换骨 OK 好 祝福大家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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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